大盘呢今天上涨了14点 那乘账量量缩为1163亿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来讲的话 近期是不是往上缓步电高嘛 不过是不是都收黑K 连续三天收了黑K 乘账量是有量缩的 整体来说架构有没有坏 虽然都是收黑K 开高走低开高走低 不过整体的均线架构 是不是还是上弯的 五日线扣外这个地方嘛 OK五日线扣外这个地方 下一个交易日是不是往上扣 代表整个盘式还是有助长力道的 短线来讲是这样子 那二十日线十日线一样都会往上扣 季线也是扣在相对低的 即将开始往上扣底 也就是说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 依然是一个多方格局 我们来看KD指标的部分 那KD目前一样是一个多方控盘的状况嘛 好那我们来看周线级来看呢 周线级目前还是一样 K大于D是多方控盘 月线级呢 一样KD是黄金交叉的 所以整体来说 目前的盘式格局 依然是一个多方哦 不过投资们别忘了 为什么近几个假日常收黑K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去年 一整年的套劳卖压的量 都在这个地方 上方这个地方是有一整年的量 那当然这个地方 不太容易一次攻过去嘛 所以收黑K开高手机是很正常的 OK是很正常的 没有问题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拉回机会的话 投资们还是一样 可以趁拉回做多方的布局哦 整体来说还是走在一个上升趋势线之上 OK 上升趋势线没有破 后续有拉回 依然就是多方格局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人今天做了什么动作哦 外资今天买超了27.95亿 投信卖了3亿哦 那自行商买了16亿 那外资的部分的期货 卖了474口 来到59000口 OP的部分减仓了4300口 来到99000口 现货买 那期权的部分小幅度卖超 整体来说外资今天还是偏向一个中性调整的一个状况 期货还是有6万口的多单哦 OP也是有10万口 现货还是买超的 整体来说筹码依然是一个震荡偏多的筹码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呃 期货选择权里面的多空投排列加速的指标 好 那指标说什么 指标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一样 开口持续发散嘛 是不是还是维持多方格局 而且多方是不是再度掌握了盘势 所以整体来说 现在算是收黑了 大盘连续几年都收黑了 不过盘面架构并没有坏哦 还是一个多方格局 所以投资朋友可以发现 盘中其实大多数的个股 还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的架构之下 后续应该怎么看 台股依然还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 所以一样拉回 有拉回机会的时候 投资朋友们一定要锁定多方个股来做留意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旁观课就到这地方 那接下来呢 是台湾有四天的廉价 那这边路易斯先祝各位投资朋友们 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见